请问陈教授,电磁波检测器该如何选择购买呢? 售价是越高越准确吗? 今天我有带来我们电磁波有两种 一个是极力挺的电磁波 就是像高压电线或者是电磁炉、微波炉等等 另外一种是设品的电磁波 就是基地台、手机释放出来的电磁波 我今天有带来极力挺就是要检测电磁波的仪器 这个就是高师计,因为它的单位是以高师来计算 所以我们这个高师计有两种 一个是单轴的,一个是三轴的 就是XYZ三轴的 那一般来讲就是单轴的 是比较便宜大概2000块以下 那三轴的就是那个XYZ三个方向 都能够测到的大概1万多块 那所以这个价钱是差很多 那当然是买贵的话 它就是三个方向都一直测量 那假使单轴的话 你就是要三个方向要另外测定 那我的书上是有说 告诉大家说怎么转换 那个单轴的 转换成那个三轴的那个电磁波的 那个高低 所以我的建议是 假使你是自己要用的话 应该是单轴的 单轴的就可以了 你假使是一个社区 或者是一个公司 大家要一起用的话 我想三轴是比较 比三轴的那个电磁 那个高湿剂是比较好的 因为就是比较简单 那那个射频的 就是高频的电磁波 也是大概同样的 就是那个仪器当然是不一样 那是检查那个电场的 所以也有单轴 还有三轴的那个仪器 那个价钱也大概是 都是这样子 大概2000块 以下是单轴的 三轴的大概要1万多块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其实单轴的就可以了 假使私人自家要用的话 不过你就是 三方面都是要 要测量这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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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